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少倒点啊 酒品就是人品 来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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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喝 一吃吧 吃饱了 快点 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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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饱了 吃饱了 那你们慢慢吃啊 你少喝点 吃啊 路 既然今天你到我们家来了 叔叔有几个事吧你啊 你得跟我说实话 叔叔 你嗓子怎么了 咱们俩见过去四面了 对 打过几次交道了 对对对 安心的情况你了解 了解 你说实话 你你你你你你是不是 跟你说 真心的对我们俩安心 是的 叔叔 我是真心喜欢安心的 而且 想要跟安心 好好的一起生活 好 自补死拉手 你你你我再问你一句 那是不是好好生活呢 叔叔 我跟安心 都是有过往的人 但是生活总是要往前看的嘛 我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无论什么时候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会在他身边 他想要个家 我就给他一个踏实的家 他要想工作 我就给他在家里面留盏灯 等他回来 让他有个休息的地方 叔叔好听 倒也是 你你你 用心吧 叔叔 你用心吧 那他哪让我 说话算话 必须算话 你一人说不到 我 安阳 都在这儿监督你 是 我们家安心 还是有依靠的 是 爸 我也想说两句 这么多年 我姐添了不少麻烦 俗话说得好啊 狗皮袜子 不肯反正 既然是一家人的 就一定要相亲相爱 今天姐夫哥也在这儿 我特别开心 来 请给你一杯 来 是 高兴 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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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爸喝 加点菜呢 我来这儿 爸 你吃个吃根 你那吃根不是受伤了吗 有钱吗 今天咱可得好好续续救 我刚才跟他发信息了 他说我马上到 今天人家是来开剧本会的 不是同学会 你稍微严肃点 严肃点你还乐 我说了 咱们都是幸运的人 什么事那都能往好的方向发生 说明白点 边城 答应了 演你男一号 什么 是不是没想到 你给我保证了说他不来的 这反应不合理啊 边城 影帝 三大奖项获得者 你导演处女座 你现在就属于 十亿票房俱乐部 你算是卖进去一半了 你还不干 不是我不干 陶导不干 你这个你放心 我马这么多盘子了 什么演员没见过呀 我跟你说就陶导 他要再这么挑三拣四的 再这么做下去 他的好时代马上就过去了 边城 人家是边城 咱从市场认可度上来讲啊 如果非要二选一 那我只能留边城 你这过分了吧 我是商人 那我得给公司这么多员工生计考虑吧 我得为咱们作品考虑吧 那还有明亮有业的未来发展 我不得考虑吗 我是有责任的 到时候咱俩就好好劝劝他 他也能明白咱是为他好 不可能 这事你劝不动他 你看这怎么就劝不动了 就 这为什么劝不动啊 他们不合作过吗 这怎么不合呀 也没听说呀 反正那个边城说了 他一会儿马上就过来了 啊 到时候俩人一见面 就算有仇 一消敏仍仇了嘛 那边城 那边城 有了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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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编哥 你先坐 嗯 坐 我说啊 咱这个项目能请到你们两位 这么优秀顶级的演员加持 就咱们这个项目 那肯定是 出去 出去 就咱们这个项目 出去 是 那个 编哥 我去安排一下饭啊 我说错什么了吗 这什么情况啊 要么 要么实际上 要么实际大和解 要么实际大爆炸 好 他来有事 这没听说呀 先别问了 先别问了 别问了 大道 好久不见 最近好吗 你说呢 要来演这部电影啊 对啊 有这个印象 不应该啊 影帝 影帝怎么可能缺戏派呢 这种量级的戏 没必要有印象吧 剧本我也看了 特别好 还有合作的演员也很强 那我可能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接了 涛涛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不用这样吧 那应该怎么样啊 你是因为现在地位不可撼动了 所以赶着冒险了吗 是 变成 别过度自信 别轻易挑衅 更别把我逼急了 好吗 理智点没问题 对 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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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觉 睡觉 就不是 你不想先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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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变了事 那个 咱这戏你看 河总 不好意思 这个事 咱们再联系 导演 导演 这是大爆炸了 回复得不错啊 办理完手续就可以出院了 医生 那出院之后 还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啊 回去要多注意休养 不要熬夜 饮食呢尽量以清淡为主 最重要的是这个情绪啊 不要有剧烈波动 也不要做剧烈运动 我也开点厨房药 您跟我去拿下厨房吧 行 谢谢啊医生 回去好好休息 下周来复诊啊 放心 好的 谢谢 等会儿先去拿药去 嗯 这有迈克呢 大老远地跑这儿折腾一趟 没事的呀 反正今天也不忙 公司怎么样 挺好的 你跟姚薇是谁接管商务部啊 功夫没有 还没有呀 你就好好把身体摇好了 啊 不要操心公司的事啊 职业病吧 习惯 我看你跟迈克相处得挺好的 我这病没白生 因祸得福啊 真为你们高兴 是否要把你出院程序啊 不用 有迈克呢 没有了 我来干什么呀 我去帮帮他嘛 他一个人忙前忙后的 你自己可以吧 我可以 请吧 没拿到药 就是厨房刚开好 我去办一下出院 谢谢啊 嗯 你们都还挺好的吧 挺好的 那就行 好就行 他要对你不好你跟我说啊 我揍他 你呢 挺好的啊 我呀 我最近我一直在思考 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问题 什么问题 问完就忘了 你不是问我 知不知道 什么是喜欢一个人 虽然说我现在我还 没太感受到这个答案吧 但是我相信呢 我早晚能知道 会的呀 我相信你 很快能遇到你的喜欢 你说这话就不太合适了吧 逗你呢 我去卖一下周园 我去卖一下周园 我去拿药去 行 那我去看看 嗯 这几天去我那儿住啊 你自己一个人 别到时候又出什么事了 又进医院了 好 我送你们 行 那你送吧 都行 你送吧 那个 我有车这事 你俩都知道吧 绝对别送了 我跟麦克去他家 走 什么反应啊 又不跟没来过似的 那什么我正好跟你说一下 这门的密码呢 是我生日 以后你自己输自己进就行了 你不会不记得我生日了吧 记得 今天晚上 我坐 这个 这以后这是你拖鞋啊 你就换这些去 虽然说你这是刚出院 但你少穿高尾鞋 还得穿平立鞋 我住这儿 我会太大疚你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想回自己那儿住 不是 那你跟我加客气什么呀 我住次卧就行了 住什么次卧呀 住主卧 主卧床大 家长不都得住主卧吗 别别 坐会儿休息一会儿 没事 这么逞强呢 歇会儿 坐着吧 我来弄去 那个 这床单背罩什么的 我都是新买的 都用消毒液洗过了 还有洗手间 有护肤品 还有洗漱用品 我都给你新买的 买了一整套 但我不知道你用着合不合适啊 如果不合适的话 回头我再给你买新的 你买的都合适 要不 要不你先去沙发上歇会儿吧 我把这儿都弄好了 你再回来 就能够时间睡会儿 我在这儿陪你 行吧 我再给你 我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现在可太关键了 清化奖已经提名了 而且主办方说了 这次获奖的很有可能是你 现在有多少人在盯着你 你知道吗 那么多前车之鉴 你肯定能看明白 所以我觉得你和陶若言之间 该断赶紧断 千万千万别犯伤 他和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断位的了 他靠近你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想蹭着你的流量上位 如果你现在不去处理好 以后他随便拿一个什么样的理由 去跟你往网上一放 到那个时候 你的事业就全毁了 靳姐 我了解陶桃 他不是这样的人 天哪 你怎么这么单纯呢 你知道公司花了多少钱 去帮你撤掉那些画片稿子吗 如果不是他的团队越狱一世的 是什么 你是个艺人 你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你努力了这么多年 你不就是想让观众看到你吗 你应该知道 你自己最终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呀 行吧 我再想想吧 我再想想吧 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届最佳男主角发表获奖感言 掌声有请 拿到了 我终于拿到了 清华奖最佳男演员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影迷朋友们 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支持 同时我要感谢前辈们对我的栽培 当然我要感谢我的家人 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我的经纪人金姐 对我的照顾 未来的道路很漫长 也很艰苦 但是我明确地知道 我真正想要什么 电影 才是我终身 唯一的伴侣 谢谢大家 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答案 你得跟我说呀 我才能对症下药啊 你再不说这俩味都吹了 那项目黄了怎么办 我哪知道 我是不是跟你说别约编程今天来 你非让他来 拿没拿我来 我当兄弟啊 是 不是兄弟 就合作伙伴 是不是也得让我知己知彼 你跟我来破罐子破摔 我不是破罐子破摔 我是真不知道怎么办 程良 程良 你这名字挤坏了 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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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洋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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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黄 你别说话啊 桃桃 能见见吗 李洋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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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caso noble 你快点他 我测了啊 既是日子可以 行 等着我啊 你谈事别喝酒啊 我好 那你快点哪 我等你 陈导 你来了 陈导姐在里面 那我先出去 那个 行 走吧 老老 对不起啊 我真不知道 老侯今天会把 编程老师叫来 我就比你早知道五分钟 我 陈导 我说公益呢 我现在有点害怕 怕什么 你说他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啊 他干吗呀 别跟我说他看着你剧本的啊 好 你坐过来点啊 他知道孩子的事吗 他知道孩子的事吗 知不知道重要吗 你想让他知道吗 我想不想重要吗 你这么说这 这话没法聊啊 那是你俩自有 孩子呢 你有没有跟孩子说过 关于他爸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 他 孩子早晚会知道这件事 到时候他也许会责怪你 为什么没有早点告诉他 我告诉你 陈良 我陈若妍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任何人的事情 唯独对我儿子 我特别愧疚 我以前 我从来都没有送过他去幼儿园 也没有单独跟他出过门 就有一年吧 有一年过年 一家人出去玩 然后我们在鸡场 都得分开走分开坐 然后他看见我了 他就喊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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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就要假装不认识他 假装没听见 你知道当时我心里什么感觉吗 肯定很伤心 那你知道孩子会有什么感觉吗 对不起 所以 这次孩子的事情公开了之后 我反而轻松了很多 松了一口气 我就觉得这样才对路走 虽然啊 虽然我现在事业一落千丈 但是我觉得特别迟得呀 我也特别活该 不至于他的 他不帅 我想过要不要告诉孩子真相 但是 我怕我告诉他了 他管那个人叫爸爸 那个人也不搭理他 怎么办呢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等会儿 我给你开门 我让你进的进了 进来吧 不让你进的进了 爸 你在干嘛 爸 我跟他起来 不过天才是 我 是 你 我 想 就 我 在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不想跟他有任何的瓜葛吗 因为我自卑 我自卑 如果我不告诉他 他不认 那是我不告诉他 如果我告诉他了 他要是不认 算了 过去太久了 哭不出来了 喝酒吧 喝酒吧 来 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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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我突然啊 给你买了海参 还是疗参哪 记得啊 每天一根增强抵抗力 这个 我们自己会买的啊 爸 你就留着自己吃了呀 我不喜欢那个瓜 我给你放在冷冻室里面啊 这个时候啊 记得拿出来解冻 嗯 程娘呢 还没回来啊 她上班去了 没回呢 嗯 各地铁来了 嗯 现在几点了 嗯 不早了 再玩地铁都快没了 那我先走了啊 那我不送了啊 好嘞 老公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回来之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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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鼠 你别老跟我聊自卑 你不会跟 Teba 你自卑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聊这个 谈你自卑吧 等人就深刻理解 我上大学那会儿都风光你是知道的 毕了月进了电视台拍了两个短片 你让我说他看不懂 天天暗地去绝我 后来 赶上互联网崛起 你啊 见了大厂啊 人要求两口呢不能在意单位 我跟你邀威就只能这么一直隐患 头几年我学着搞综艺啊 我还没上手呢 好不容易踏上一个S级大象 方文艺 一天到晚跟我这儿持手画脚的 根本不干了 我去搞艺术 我搞电影 哎 你知道你们电影行业什么生态吗 说我改名字就改名字 说我改剧本就改 改剧本 行 你 你出钱吧 你是出品吗 我应该知足 我诚良 你怎么 电影导演处女作 有营地 有陶瑞 这么大玩儿 给我加持 福福何求 结果你俩生了一孩子 你怎么没有 我恨自卑 大为诚恨 有点看不懂这个世界啊 你这都什么跟什么你这是 是吗 晓亮 你他 你他还懂没有 想什么 你 你这样不行啊晓亮 你 你得 你得直愣起来呀 电影 是导演的艺术 你不能被一个男演员 他制约了对不对 那你就得支配他 你得弄他 你得压制他 弄他 弄他 你弄他 你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 你问问他什么意思 对 你问呀 打电话呀 问谁打电话 你打电话你问问他 认不认啊 他 怕他 怕他 我手机啊 你手机呢 我手机呢 我手机呢 一堆微信 你别磨叽啊 怎么备注的 我今儿刚加了微信 我今儿刚加了微信 我备注了 你找我找找 哎呦我天 哎呦我 还备注的编老师 他配吗 配 好大语言 喂 编老师 我那个 程良啊 导演 你好 您干嘛呢 哎 我正准备休息呢 休息了 演员是应该早点休息啊 不然对皮肤状态不好 您吃吧 吃吧 您吃吧 吃吧 您剧本看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您要是 没什么事 您抓紧看了吗 有什么想法 咱们随时沟通 好的 没问题 导演还有什么事吗 有吧 认不认 认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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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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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老师 我问您一句话 您知道陶老师 为什么烦你 为什么不想跟您合作吗 您不知道 没关系 不知道 很正常 因为您太忙了 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你是孩子的爸 听明白了吗 你是一个父亲 变成你要是个男人 就要负一责来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 认识 这么多年一个人带孩子 为了你的生意 做出多大牺牲 你知道吗 那孩子从小不知道自己爸是谁 他有多可怜 你知道吗 你好好考虑考虑吧 那剧本你要是没看 就先别看了 这个事要解决不了 那戏块也不拍了 再见 彪老师 又是谁 是不是 他去拿了 事业 也是 没什么 谁呀 不喝了 你太牛了 这样